各位小朋友,我们今天谈一谈这个佛,已经成佛,是由三期修佛会摆接众向好而成的佛。 那么小佛的人,必须要先小佛这种牺牲的精神,这种大无畏的精神,要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去认真修行。 不可以有丝毫的虚伪,不可以对任何人那么有一种欺骗的行为。 所以我们先要立定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第一,应该不争。 你要不和人争了,那么人家也就不和你争了。 为什么老虎它要吃人,就因为人呢,会打老虎,所以老虎啊,就先下手为强,它就和人来争。 那么乃至于啊,人与人争,家与家争,国与国争,就是世界大战就形成了。 如果你要是纯心不和人争了,能以啊,让而不争,能以啊,利益其他的人,不要啊,是那么自私。 不自私,那个不自私,不争了,这个世界就会和平了。 这个世界也,大家都相安无事了。 第二呢,不要谈。 这个众生呢,生来没有受过相当的教育,他就知道谈。 华学者再谈fen,一切的东西都是贪而无恙。 一切的东西都是贪而无怨,所谓啊,这个财,财明时岁,这个地域五条根呢,人人都贪。 贪财是个贪欲。 贪色是个贪欲。 贪名又有个名誉 贪图好名誉 那么贪吃的要吃好东西 也贪睡 这个贪字是无量无边的 人越贪越要贪 就是贪而无厌 贪嘛没有厌足的时候 这个财产一切一切越多越好 到什么时候也不嚼得满足 也不嚼得够 这个贪呢是把人害的是非常厉害 一切的众生都为这个贪 来颠颠倒倒啊 甚至于杀人放火呀 贩毒啊 这个去打劫呀 墙墙啊 都是由贪心造成的 乃至于啊 贪名啊 贪这个利益啊 贪权利啊 贪地位啊 所以就勾心斗角啊 在那你炸我鱼 你欺骗我 我就欺骗你 都由这个贪心呢 形成的 如果 人人都没有这个贪心了 这个 世界相信呢 也就会和平了啊 啊 那么 我常说这个话 世界啊 战争也是由贪心呢 形成的 如果你没有贪心了 世界战争也没有了 啊 那么 世界战争没有 大家呢是真正的快乐 那么 这国家的领袖 在那儿啊 一天到晚 贩卖武器 用种种的 不合法的这个手段 来 摸取 利益 来害世界人 这都是因为贪心 因为这个贪心 就形成了世界大乱了 啊 你仔细研究 研究 世界的乱呢 就是因为人的贪心 世界的战争 也因为人有贪心 如果人人都没有贪心了 世界就平安了 啊 今天呢 这个时间又到了 那么 明天再见 祝各位晚安